太陽公公 這是太陽公公嗎? 太陽公公 肥肥的 下面有一些油 超級開心可以買到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ladies 歡迎回來歐家生活 今天早上要跟母蛋一起吃 橘子果醬三明治 都是小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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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天都是小木頭 滿天都是小木頭 小木頭 小木頭? What? Let's have some breakfast 走吧,去吃早餐囉 我吃早餐囉 Let's go 我吃一包囉 我吃一包嘛 Blast the food and bless our day in Jesus name of the day Mamen Mamen 不是吧 放幾個 不是,要放在對的位置 是不是 不是啦 這是橘子果醬 橘子果醬 來 Cheers 好玩是不是 好像溜滑梯了 小心不要跌倒了 小心不要跌倒了 哈哈哈 嘿,可以被跌倒了 嘿嘿嘿哎 嘿嘿嘿 好棒喔 再來一次 哎唷 跌倒了 Are you okay? 好好玩喔 對不對 全部的沙發墊都已經拿出來曬了 媽媽 嗯? 媽媽 嗨 baby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欸 好來 一起來拆囉 這個賣家包得非常的仔細 我之前有看他的評價 跟他買的人都說他包得非常的細心 所以我還蠻放心他的包裝的 不怕來的時候把媽媽的支離破碎 這個啦 YES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媽媽 媽媽早上喝的是什麼 Coffee YES Coffee 小心啊 母蛋最近兩歲 經歷了一個很嚴重的睡眠倒退 本來他都可以自己睡覺 可是現在一定要跟爸爸媽媽一起睡 而且要弄到很晚筋疲力筋才肯睡覺 所以我跟Ethan最近都特別累 本來晚上可以獨處的時間都沒有了 可是就在我很氣憐很失望的時候 Ethan提醒我 要起碼珍惜他是一個健康可愛的孩子 這只是一個過程 昨天晚上睡覺以前就有一句經文 進到我的心裡面 知足和敬錢就是大力了 每一次神的話進來 總是這麼的有力量來提醒我 滿足現在所有的 不要想太多 繼續專心的愛神愛人就好了 好這樣就卡住了 然後再把杯子放在下面 好好玩喔 我們小時候哪有這些東西啊 小時候是喝吉隆咖啡吧 現在的小孩竟然兩歲已經可以玩 半自動的一式咖啡機 世代變遷好有趣喔 我們可以走開 好 讓我看看 我們 chopped肉 太大來 太大來 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 太大 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太 很大 太大 太太 還有很多胖胖包喔 還有這麼多胖胖包喔 來吧 還有空間給你的 來吧 找找看 找找看 這裡 這裡 你看 要多年了 來吧 來吧 好漂亮喔 這裡面間很多的胖胖寶 哇 嘿嘿嘿 媽媽帶我出去囉 媽媽進身手法 來 吃吃茶 欸 歐姆蛋怎麼不見了 他的頭怎麼變成一顆胖胖寶了 他長得好像太陽喔 這是太陽公公嗎 太陽公公 這是一個討論自我價值的繪本 家長可以跟孩子一起共讀 這一本是非常非常 推薦的一本好書 那這一次我選擇的手作 是買了鏡面貼紙 然後來做一個鏡面貼 現在布置一個厚紙版的背景色 你可以用你喜歡的貼紙紙膠帶 甚至是用畫的都可以 然後再貼上這個鏡面貼 再加一個冰棒棍 然後寫一些文字 就變成一個小鏡子了 就變成了一個小鏡子了 然後我們黏一個球球 我們來搓一個球球 這上面好像上面的油花一樣 那個培根要肥肥的 下面有一些油 我們來做一點油 有 培根也要拿去煮是不是 要撒一點研發 鍋蓋沒有打開 有模有樣的 切斷了 切斷了媽媽看 豆豆你看 一個豆豆 兩個豆豆 放在這個豆豆旁邊 要了 再來媽媽扶著 放在 這裡 我們就有三個豆豆了對不對 三個豆豆 豆豆 對 豆豆 有 有帶牛豆豆 還有培根啊 還有培根 嗯 眼包 你長得好像眼包 啊 我喜歡做飯但是 身體不舒服 家裡有人生病 沒有力氣煮飯的時候 最常吃的to go 就是 這個加勒芙的 番茄醬 冷凍的毛豆啊 IKEA的肉丸子 Brussels Sprouts 還有一些冷凍蔬菜 在通常冷凍的東西 旁邊呢 借過一下喔 然後就直接吃 意大利麵 是最快的 媽媽們 你們有 不想做飯的時候的to go嗎 可以一起分享 我們可以彼此交流一下 如果你有你喜歡的to go 請留在留言板 拔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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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請你離開 這裡很危險 離開 小朋友 不可以靠近 瓦斯爐 我是今天晚餐的 一鍋到底 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老公寓 他每天要爬四層樓上下樓梯 我現在已經抱不動五蛋十三公斤了 但他又很有需要很大的活動量 所以我就在蝦皮下面查了一個好平價的溜滑梯 然後想要他在家裡就可以有一些放電的活動 這樣子他比較好睡 然後屁屁坐下來 屁屁坐下來 滑囉 嗚呼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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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扶好喔 扶著兩邊 對 另外一邊的手手也要扶著 對 好 Ready Set Go 唉唷 唉唷 買這個溜滑梯也是考量安全第一 所以考量到他這裡有做 小朋友踩上去的腳的指滑 跟這裡有封起來 小朋友比較不容易把腳踩進去踩空 然後跌倒 那他的這個面 他也是有一個摩擦力在的 不是很滑的那一種 然後他的側面 他是有一個這樣子下來 不是像有的溜滑梯是直的 可是太快衝下來比較危險 那他的這個地方 又加一個止滑墊 比較不容易滑動 廉價我們去台中榮總探訪了一位姐妹 Ethan也順便查了一下台中可以帶小朋友去玩的景點 就找到這個平價的赤腳鴨生態農莊 這裡好好玩 裡面有很多攀爬的選項 有樹屋溜滑梯 大草坪 球池 沙坑 可愛動物區等等 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一進來 裡面放的是小朋友唱的英語詩歌 有一股好快樂又平靜安穩的氣氛 我們很享受在這裡的時光 這是最近的禱告角落的分配 這裡有一些變動 然後這邊多了一個學生的名單 我現在開始在幼稚園教英文 然後就有課後班的名單 跟在教會裡面的青少年的名單 把它寫在這裡 那另外我為孩子禱告 我想要特別介紹這一本書 這本叫做蒙福的兒女 那它裡面是長這樣短短的一篇一篇 我用到現在覺得非常喜歡 也非常推薦 這一本小書 因為它裡面的字雖然很短 可是呢 卻很深刻 我每次用這些話 來為孩子禱告都會覺得 心裡面很有力量 那這本書是 我看一下 我的作者 在這裡 推薦給大家 可以拿這本書來為孩子禱告 有的時候我會把那一天讀到很有感覺的經文抄在紙上 然後放在口袋裡面 有時候就拿出來看一下 希望可以降低 那個拿手機出來滑一下的習慣 好像 都還沒有好好的介紹過 之前買的這本聖經 它封面 它雖然是個合成皮 可能用久了之後會有一些磨損 可是這個燙金的這一串植物 我覺得非常漂亮 然後它打開呢 長這樣子 這一套聖經叫做 Love God Greatly Bible 這是一個專門寫給女性使用的聖經 這裡面有很多我很喜歡的就是因為它有這些英語的花體字 這是我的興趣嘛 你看 超美的 然後它 每一個書卷的開始 都會有一個國家 然後 這個國家大概的 一些狀況跟怎麼為這個國家禱告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那個國家的人 寫的他的自己的故事 那這一本呢 就是我之前 蠻常提到的Soap讀經法 它把一些章節選出來 可以讓你用Soap讀經法來做筆記 聖經的旁邊這一塊 就是做筆記用的空白處 那我是覺得 它書打開如果這邊 再往旁邊移一點點會更好 因為這邊有時候會卡到看不太清楚 旁邊會有一些小問題一些反思 這邊也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像是心靈導師的角色 有時候就寫一封信給你 跟你聊聊天 這是Ethan送我的情人節禮物 側面是個漂亮的金色 那為全餅禱告呢 我是用這一本 禱告手冊 那我最近就會把 我的目前遇到的全餅需要的 寫在上面 然後用 這裡面的話 因為有時候會 不知道講什麼 說這些看 會比較有個概念 然後 依著全餅它有時候會有一些自己個人的需要 就把它寫下來 夾在裡面比較不容易忘記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我新買的這台二手的義式咖啡機 這台我已經想要非常非常久了 它是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我第一次在ZARA HOME看到 我就覺得好心動喔 但快要一千五 所以買不下去 那後來我就一直陸續看看 有沒有便宜一點的 木質玩具義式咖啡機 可是都沒有看到像這樣子 配色 奶油色 簡單大方的 跟 有兩邊的 有一個蒸氣孔的這種 那我前幾個禮拜去逛ZARA HOME 又看到一次 就還是好心動 結果就用蝦皮的圖片搜尋功能 去搜尋到一個 可能也是很喜歡木質玩具的媽媽 她要賣一台二手的 我看了一下她的評價很好 就跟她買半價 那我來介紹一下這個 超級高興的新玩具 它裡面有好幾個 像投幣式的 不同口味的咖啡 小朋友可以放在上面 也可以投幣 從這個地方 投進去 然後撥一下 它就掉到後面的洞裡面去了 小朋友就會很喜歡玩這種 開門關門 投幣的遊戲 這也是一種 文特索利的遊戲 它這個把手 也做得很像真的 這邊一個打奶泡的管子 一個小杯子 超級開心可以買到 這個主要不是給牡丹玩的 是我自己想要收藏的 一式咖啡機木質玩具 我太害怕被牡丹玩壞 所以我還把它放在書櫃那個 最高的地方 展示在那裡 叫做看 你本來的就是 它就要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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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